冰过101年2月23号 当年有鉴于桃园县桃园市是全台土地公密度最高的地方 因此在农历2月初二 土地公生日的这天 涌入不少信众前往参拜庆贺 其中龙安祠更是准备了7种不同食材制作的乌龟 让民众祈求保平安 原来在传统稀疏中 土地公生日庙方会举办起龟活动 除了一般熟知用糯米制作的之外 还有用沙奇马以及花生糖制作的乌龟 且庙方也举办求发财金的直角活动 请引民众大排长龙 我们的龟有200多只 是一般庙宇没有办法达成的 我们现在都已经在做了 我们也杀了租公 但是我们租公并不为了自己 我们拜拜了以后 我们把租公送给创世 还有仁安基金会 给他们街友来享用 求财 求财求平安 就是这样 我们土地公朋友好给我们提 当年桃园市长也来到龙安祠 上香祈福 看到众多虔诚信众前蓝参拜 市长表示 土地公一定会护用桃园子弟 而龙安祠也宰杀朱公 庆祝土地公生日 并表示出 朱公将会分送给创世 以及仁安基金会 公街友享用 记得综合报导 又杀朗公